这个信义啊 兵者非信义不立 非其胜不列 非阴阳不胜 非诡诀不战 信义是对内部讲的 到目前的时候都讲内部了 所以自信任勇言 是讲将领对内部的 应该要这样做 那非其胜不列 非阴阳不胜 非诡诀不战 是对外的 那我对你强调一个性质 因为这个对大家很有用 也很有启发 信是可以得人心 信念要很强 行动就更是有力量 你知道信它是是 我们讲是有权势 品牌就是一种权势 权啊 权力 是 是就是势力 地形啊 地势啊 权势啊 趋势啊 背后都是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 那这个看不见的力量 那这个看不见的力量 背后它的核心呢 这成分是信 就你相信 他比如说 Apple 你们在这位有买Apple的人 或者很多人都知道Apple 对不对 买得起 买不行 或是想要买 不愿意买 差别在这边而已 但是大家知道 听到Apple这个字 立刻都树然其境 哦 你买Apple啊 哦 你看到了没 哦 Apple现在用的Apple Watch 这边 这个Apple 看到没 背后都是什么 这个是背后都是什么 都有一个信 就是它还有是 是这种无形的力量 它隔空啊 影响了人们 所以品牌啊 你不一定需要在Apple的商店 Apple的旗店里头去 接触到Apple的产品 你才知道Apple是何方神圣 你只要听它的名 感受到这个品牌 立刻就知道 哇 它的势力非同幻想 所以市场是隔空的 力量呢 是要接触 要力量 物理上头的力量 是你要去碰到它 它才产生力量 但是市是隔空的 我人在台湾 Apple明明在美国的公司 一听到Apple 我根本没有到过Apple 立刻都感受到它的威势 所以市是隔空的 它的影响都是跨越时空的 好 那么这个跨越时空的 核心是什么的力量 然后产生那么大的一种影响力 我告诉各位 就是信 因为我们都相信Apple 真的很了不起啊 而它的品牌至少你用成 你觉得 哇 它的产品真的是 很值得你花一万两万就花 你愿意 至少绝大多人都愿意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花这个钱而已 所以背后是一个信在支撑的 商鞅变法喜目利益为先 喜目利益的故事大家知道吗 喜目利益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所以商鞅被秦孝宫重量开始 封他一个左宿长的位置 是左宿长 没有错 左宿长就像那一宰相 然后秦国那时候很激弱 都是很小的国家 然后国家很贫穷 因为青年打仗 左宿长上去就要发挥他的影响力 要去把国家的经济把握 让国家能够冰墙马壮 但是冰长马壮的核心的起手势是什么 就是要先建立起老百姓对政府的威信 老百姓愿意相信政府官员 所以喜目利益就是要先建立起百姓对政府的信 相信政府官员 我们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民间对政府都不太相信 没有信这个信 没有信的话就没有得通影响力 没有得通影响力 所以政府讲的话没有人愿意转播 没有人去听他的记者招待会 媒体都不转播 所以两者之间就相形界缘 所以影响力就越来越弱 就是因为信的原因 告诉各位 你自己想看看这个道理 那些商业为了要建立政府的威望 他先立信 他就叫人拿一根棒 不是棒手 那是木头 很大的木头 就宣称说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岩城区去的话 从哈马琴搬到岩城区去的话 立刻赏金一千万元 金太平 一千万元可以买一两木房子的吗 不要太挑剔的话 对不对 那人都不相信他 开玩笑 那好可怜 对不对 不相信他 那有没有谁愿意来试试看 把他搬到岩城区去的话 立刻就一千万新台币 后来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上来了 他因为他爷爷看并没有钱 他想说不是白不试 说不定就是有了 所以他就是真的把他扛到岩城区去 把他放在大涌路上面 搬到岩城区去 搬到岩城区去 对吧 放好以后 立刻一千万新台币 就捧到那面前 就立刻给他 旁边的所有的民众看了以后 就说 嚓嚓成细 不得了 这个商鞅是何方神圣 立刻就颁发奖金一千万新台币 他立刻就可以买好多房子 但他爷爷去治病去了 从此以后 老百姓知道 这个商鞅讲话是算数的 算数的 一个人讲话算数不算数 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影响 你会直接想 因为信他 所以说 他远远的一个招手 你立刻奔行过来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人的话 这个人跑到面前 拿到麦风给你 你也把他转了头 你也不理他 看到没有 所以他跟你之间 就失去了这段连结力 这方所做的事 就跟对方八端打不着 没有任何影响力 就不用想 还会连结在一起 所以信的作用是 能够把不同样的人们的心 把它给集结在一起 连结在一起 没有这个信的话 这群是各自独立的人 因为人们只相信自己 不愿意相信别人 因为他不可信 所以他跟我 之间就有一个道鸿鸿 就没有信口 那因为相信他 相信政府了 老百姓就很愿意 接近政府 因为政府讲的话 算数 政府进一步的话 会相信政府做的事 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 进一步相信政府 是时时刻刻在关照老百姓 所定的政策 都是为百姓着想的 更近乎相信 这个政府是很可爱的 更近乎相信 我也有抱这个政府 再近乎相信 我愿意把税收交给政府 你看到没 所以一步一步 到最后 念念想就是政府 知道吗 那大家就团结在一起 我们现在常常是 反其道而行的 很多国家都如此 不是只有台湾 因为这个世界 现在这个世代 人类这些相信不容易 看起来好像科技很发达 还有网路 把它连结在一起 在家里头就可以当宅男 当婉君 可是呢 做了很多事 彼此间互相抵触 互相矛盾 然后彼此间争吵 互相猜忌 怀疑 骂一骂 你看现在很多的上网罵 讲一句话 你也不用署名 所以大家随便讲话 随便就攻击人家 随便让人 才能很邪恶的感觉 就不愿意相信彼此 对很多陌生的电话拿起来 都马上怀疑 这会不会是诈骗集团 所以电话不愿意接 任何人可以追到什么东西 你就先把它打八折 或者打五折 甚至根本不愿意相信它 看到没 这个世代是一个不信的世代 人人这些普遍怀疑 普遍想起 今天想给你真的吗 真的会这样的吗 各位 真的这个怀疑的话 就形成千山万水 组合彼此之间的连结 力量不能连结的话 你是你我是我 力量连结的话 你我是合一的 大家都是合一的 国家都抢起来 社会都抢起来 所以关键在信 可是我们的政府官员 没有几个人懂这种概念 所以一个好的官员 一个好的总统 或者一个好的领导 谁要做的事 首先第一个 就是要透过越境 透过什么样的一种 立信之道 隔空 隔山打牛 隔空造成一种气场 把大家的心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没有吵 他一句话 一个文道出去 一个十分之四的招待会 全民都巴着 巴着他想去听 相信政府做的事都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愿意永住 愿意去共同去 为这个政府去做 就像柯文哲在竞选的时候 他们是做一个 最后一晚上就是 造一个白色的墙 合力把一座高墙推打 有没有 那是一个很会操作选举的 大家相信 他一定可以帮大家 把一个高墙 把一个推打 他很会创造出这样的形式出来 大家的心就很贴近了 这中间就是信在作祟 没有信的话 互相伏封离析了 所以商业上去第一件事 就是习目的信 习目的信的目的就是在创造彼此间的信 创造的信就创造了威势了 我们不是经常讲 这个新冠上任三把火 要先立什么 要先立什么 先立威 威的背后是什么 信 所以你刚去一个信的职位 你想要让部署愿意信服你的话 你要先立信 那有些人只懂前半段 只懂威 不懂威的背后 核心的精神是信 所以呢 人们会怕他 可是人们不见得信他 那你要了解以后你就知道 其实威的核心 威的背后是信 有信才有威啊 没有信的话 那种威是什么威 那是小威 那种威是空空的 没有真正的核心 核心的力量是我信你 我相信得罪你不会有好处 我相信你是为我谋福利的 我当然就愿意跟你不做 都是信耶 同学们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幸福信念都是在这边 所以有多相信就产生多大的是 所以是是信的函数 不是信所出来的 贾伯斯最过人之处 我的观察是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信念 他让艾伯斯的员工每个人都怕他 可是每个人都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如果有任何人怀疑他的话 今天贾伯斯就不是神了 所以贾伯斯的最过人之处在于他的信念 那他的名言就是 总是能够发到你的心 因为这个是信的发生 因为这个是信的发生 是直觉 直觉从何来啊 直觉是信 内心里 那你的心 你的信念 三号人知道了 你是要做什么样的事 你在真正中信念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发问谁去讲这五个字 不是问我 是问你们 你知道吗 你们认为这个东西跟孙子听话没有关系吗 如果你不懂信的话 你就不知道为何孙子讲降 为什么只讲五个字 降者 智信 人有言 就是五个字 哎 当你当初就知道五个字就好了 可是这五个字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 将来后世会 智反之一的 占人业的就是信 你要躲住道理 你要知道呢 他为什么这样讲 然后这里我才知道 为什么他们包吟那么多点亮 好 是这个信 嗯 最重要的是 任何一个智慕证 都是什么时候 同学们 您知道哪一个智慕证 他是没有信心的 你找出来 找出来我 打不赌输了 我输了一百块 要是找不到输给我一百块 各个行为有一个智慕的人 都是有非常坚强的信念识 都很有信心 所以你想想说 先 不要让自己的信 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信 运动在很多事情上 他以为人家变成你的信仰 啊 那你写的字就变成信用 那你念念符号 就变成你的信念 那九二字就变成你有信心的人 你一出手 举手托手都充满了魅力 这就是一个很有信心很自在的 你就是一个成功的 是吧 这好像是老中长海了 你们真的知道我讲什么吗 你知道 如果我们知道信心最重要性的话 以后我们要去争取一个职位 你不能再次说 试试看 知道吗 一个坚强信念的人 他会说 一万个十万个 只是感到兴趣的人 十万个感到兴趣的人 我试试看 你考不好了 会考得上 试试看 没考都会知道 这样的信念程式 大概只有五十分 可是一个坚强信念的人 他会真的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考到上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啊 迷幅信物理 这就是他们的领导最重要是那个气势 关键在这个信 靠信的邻居中心 也重了一个信 你知道这个信有多重要吗 尼克森总统 他说一个失去的管理所有的经理人 就不再叫做管理者 但是一个领导者其实失去的权力 照样对追随的法治令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侮辱长保者对领导者的信 所以即使哪一天他退休了 路上上了还是处理合约 还是血汗不冷 还是很相信他 还是愿意帮他做取 这就是领导者的发生 那如果是一个管理者的话 那是当年你在职位上 你有这个权势 所以我服你 我帮你做事 哪一天你退休了 你没有这个职位了 路上看到你窗户不见 窗户不认谁 差别就差一个地方 这差别上面就是这个信 知道吗 这是核心爱 这是关键 然后他要说能够被造领 说服 但要靠感情再感动 领导者必须既能够礼上的说服 还要能够在感性上能够感动对方 那我请问 信到底是属于感性还是理性 感性 感性多 还是理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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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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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有什么说法 是感性还是理性 感性就是什么 理性就是什么 理性就是什么 感性比较多 所以我要是偷感性 你只想看看 信 有一种信叫做理性 别人是盲目的心 别人是盲目的爱 别人是盲目的爱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最爱的人 不必要他知道 他是我儿子 还有他什么好想 没有理性 就是谁在来 我不知道谁 就是因为他是我儿子 就是最爱的人 他是我最爱的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你怎么会把他做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所以 因为这个勤奋在 所以你生出非常巨大的信念 你愿意为他死 为他生命 所以信的本质是一种情 那当然 你说 我相信是基于证据 基于道理 基于科学 所以我感到信 是不是叫做理性 但是请问哪一种信的量量不大 我们知道在发挥的信的量 都是属于感性在外面产生的力量 还是理性在外面产生的力量 还是理性在外面产生的力量 所以 要能够建立起非常强大的感情 非常强大的信 又有理性 证据党支撑 还有理论 那这个人就是 又能够理性说服人 又能够感情感动 所以领导的又要有理性 又要有强大的感性的基础 能够说服人家 感动人家 啊 这个是领导和管理者的差异 其实受发挥就在这个信之上 讲的这么多 无非是告诉我 信在世头 伴野核心重要的角色 所以冰者非信义不利 没有信义当之声 当之责心连强的话 这是军队是不可能站起来的 那冲工资呢 冲工资还是一样 没有信义当之声的话 这个冲工资 冲的量子是冲的盒子 薪水还装不出来的话 这些人做的没有 受散 可是如果是信义倒倒出来的 一家公司的话 啊 啊 哪里面其实薪水装不出来 原来越能力 越能力 越能力 或者会挑战坢 这是很感染的故事 啊 中国人会不一定是这样 啊 不一定是会用这样的情形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信之 人的干准吧 要这样的连结其实靠信 探索真实的情形,所以说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主哪一边的军队,哪一边的国军主有道,哪一边将有能,天地哪一边得道,对哪一边有利,法律在哪一边不施工, 所以说,将领所包固的军队和规范,没有人不敢遵仇,所以,热闻命都长了这,冰重,哪一边人才得多,哪一边人才得多,哪一边人才得多,冰重得多强, 四股熟练,哪一边训练比较清凉,哪一边散毫分明,我是按照这七个面向而制造胜负的。 为什么不谈技术,研发,基金,创新,而谈组织有道,将军,天地俗的法律属性,冰重处强,四股熟练,上罚熟明。 为什么不谈资金,技术,创新,市场,为什么不谈现在人在谈这东西,为什么谈这七个半个八个的东西,你们相信吗? 因为那些是根本的道理,到了哪一个时代的美军? 从皇帝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未来,到那个星巴特,那个战监,到宇宙的彭欢。 所以,它是正义来的。 那资金,创新,研发,这些东西呢? 这个都不想让是讲吗? 为什么不谈这些东西,要谈七个基本的东西呢? 是要以人为本的。 是要以人为本的。 那跟资金,研发,创新,有什么关系? 这七技跟技术,研发,资金,创新,哪一个比较根本? 这个比较根本,这个比较根本? 有没有关联? 有没有关联? 怎么关联? 人才,为什么愿意到你这家公司来? 因为你给很好的待遇、薪水。 所以应该是资金产生人才,产生赏罚,产生法令行不行啊? 人家为什么愿意到你这家公司来? 因为你在公司研发做得很好,技术发展,很有技术,很有专利,很有制度。 人家才愿意来你这边创新啊? 你在说什么?哪一边才是根本啊? 是资金好不好?是技术好不好? 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教的吗? 老师,孙子冰房里面的高天地教法,高天地教法都讲的是,一个管理还有一个领导还有管理,另外一个还有讲天地的话,就是天使地利,也就是内在环境跟白在环境。 这些东西不好的话,这些技术、研发、资金、创新根本都没有办法打根在这里面。 我一个例子来讲,公司的话如果领导管理不好的话,这些人才、技术、资金根本都留不住。 我为什么讲这些叫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管理,你这边的话,大家认为说不是很好,或者说你这个公司的话,这个很没有制度的话,根本的话,这些人讲的话光光了。 赏华不分明,假设是这样,好坏不分,是非不明,做好事被人家寄过,做坏事,因为他拉队的裙子,裙脚, 关西拉的队,帮派一的队,抱大腿,抱对了,人家抱左腿,他抱右腿,抱对了,所以他即使他做很多错事,他也被酌升起来,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公司? 他意思是这样的。 在我们公司为例的话,就跟你说,既然有人的话,宁可不要当工程师,怕去当加油工? 哪一个薪水比较高,加油工是吧? 当然不是啊,为什么? 为什么?这就出在一个管理,比如说他对整个制度的话,让他感觉说,这家公司的话并不是很好,非常有制度,而且让他令他,所以他宁可说,那我就暂时,所以以我自己的公司来讲,我现在面临一个就是这个管理。 人的话平均有百分之三十的流动力,百分之三十啊? 百分之四,心境人影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管理已经非常重要,产生那种现象都说,新人想走,旧人也想走。 哦,是这样的。 好。 你看,这是忠诚他讲的,他内心里头的真心话, 这表示说,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如果法令行不通, 一切都没有执行力,颁布任何的公告,颁布任何的事,长官所讲的话,大家啦,不会把他展开行动。 民众也不强,世俗也不烈,好坏不分,是非不明,是不是? 有钱,有技术,有创新,也留不住,也很快会垮掉。 是啊。 不是,我还可以再讲吧,可以。 所以我这一年来的观察,包括一些营销的话,一些什么,什么交大电子,台大电机硕士,或者是什么,中商的,中央的那些土木,什么的。 到我们公司来,只要他一友好的,他就跑掉,工程师不要他如何去排电钢,技术免,而且人家有电机机师的排照。 所以跟肯建说,上面这个是一个根本,非常重要,你这个地方没有把它弄好,怎么你下面这边,你根本就不需要再进去,马上就看出来了。 是,因为上面这七个东西提供了全民的希望,人是为希望而活着的,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为了明天会更好,都为了我将来会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所以我愿意未来,愿意现在牺牲,人都是为了希望而活着的,哪一天你希望没的话,你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希望的话,很多人就会做出傻事出来。 所以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着,上面这七计提供了这个军队希望,给他们promise,给他们愿景。 所以人们愿意留在这个地方打斗,愿意付出,牺牲生命再死不行,你知道吗? 这种无形的战略,才能够产生出,研发,技术,资金,这些有形的东西。 有形的东西是因为无形的东西,汇集在这样的地方,它才会生出来。 这个东西很关键,因为现代人都不谈,公司有没有人才,公司有没有法令,有没有执行力。 大家不谈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这个东西无形的,看不见。 大家都转而去,退而求一直谈,我们公司有多少的专利哦? 我们公司有好多好的人才哦?我们公司还有钱哦?我们EPS多少钱啊? 谈推有形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虽然是有形的,虽然很重要,可是它是建立在上面这七个东西为基础之上的。 上面这个东西提供你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基础,它才能生出下面的这些资金啊,创造这些东西出来。你说是还是不是? 我好像还不是很说服各位,我一定要说服各位。 因为这个才是有事之事的见解。 是。 现在其实台湾企业有一个还蛮重要的问题,就是降属有能格的问题,因为很多都是。 熟市哪一边有,哪一边有能,哪一边的降临哪一边有能力。 是。那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台湾的产业其实就是很多接班人的问题。那在这块上面因为很多都是,它没有办法培养一个完整的接班人。那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公司,会有像属于我们的这个部分的影响? 当然啊,没有好的接班者的话,这个棒子要交给谁。而且旧盛总还不是交给接班人。 比如像顶星,他们四个兄弟,对不对?其中一个老三,魏英聪,你看闯出这么大的祸出来。 他们公司的资金跑哪去了?公司的创新何在?看到没有?公司不是毗临瓦解的吗?至少在台湾这里头。 都是因为一个老三闯出这么一个问题出来。内部可能还有更多的故事,我们不知道而已。 但是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上面的奇迹产生的问题。下面那个是生出来的附带的。 所以会看的人是看上面的奇迹。所以我要看哪一个公司有发展,我是看上面,我不是看下面。下面那个是上面所发展出来的这些N product出来。 知道吗?所以你们选公司,要选哪一家公司是你愿意为他付出,为他打拼的? 就看上面的七个,你们说是不是?有没有反对,或是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交流一下,也是。 可是没有资金拿来上大书? 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你们都不知道创业刚开始谁有钱,拜托好不好? 你看贾伯斯跟那个吴森尼叶克在车房里头,在搞那个Apple一号,他们叫什么一号? 在搞那个时候那时候哪里有钱啊?谁有钱啊? 那时候他们只有两个人。 是啊,可是就是会号召一些人愿意一块打拼啊。 贾伯斯那样喊出说,Let's make a dance in the universe。 我们为宇宙画出一个勾痕吧?这宇宙是空的,他怎么在空中画一个勾痕出来? 画一个轨迹出来? 那时候那群人是因照什么东西而群聚在一起的? 就是一个希望,一个愿景。 所以大家愿意共同为理想打拼。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头,这七个东西都有。 才会生出下面的这些东西出来啊。 后来这些东西是这样生出来的。 特别在炒炮的时候,那即使你公司成熟了, 诶,成熟不会垮吧? 成熟的公司垮,每人都垮到哪边? 人才流失了。公司制度开始崩坏。 公司信念、公司的方向开始不明。 好的人才、工程师、很多的研发的技术都开始流落他家。 很多人说出卖公司,有没有? 就把自己公司的一些机密倒卖给别家公司。 HTC不就是吗?不是吗? 所以见解要看深一点。 根本关键在上方的七计。 有好的人才就可以帮你找出自己出来的信还不信。 搞创投的特别了解,搞创投的那个天使啊。 他为什么愿意投到你那个团队里头? 为什么不投到你那个团队里头? 为什么?他看什么? 请问他看什么? 他只看技术吗? 他不会只看技术的。 他看什么你知道吗? 所以根本在看这个团队。 他看的是团队。 看团队的意思是看哪一边有人才? 哪一边这一拳是向心的? 是一心的? 哪一边有战力? 哪一边有希望? 有前景? 我前才愿意到位? 另外一边即使技术好, 可是如果没有希望,没有前景的话, 钱进去也是花落水无痕。 对不对? 还没有被说服吗? 资金是人找出来了,对不起。 只是因为自己跑过来送别人吗? 想清楚好不好? 技术是谁跑出来的吗? 是电脑生不出来的吗? 是人啊,拜托。 创新是谁在创的? 是电脑创的。 创新谁创的? 创业精神,你忘了吗? 创新都是一股气,一个精神。 一群人,一条心,一个运行,一个方向, 把一个技术,就让导致一个产品出来。 然后就追上市场, 就卖钱了,就赚钱了, 进来以后,大家分。 然后越飞越多,越做越多, 都是这样子,赚不就是吗? 哪一边哪一人走掉了? 哪一人出卖的这群, 这群,这群, 这群都慢慢的分工离析啊? 不都是这样子吗? 哪一方就是这样子? 你说研发当然不是这样子吗? 想要我看,你在研发都要上班了, 研发都要不是看这个吗? 哦,我们是研发单位, 我们金融单位,我们看钱, 看哪一人钱比较多? 拜托,那是浅借, 那是看表面, 对不对? 不要被我的大声火了, 不要被我的道理, 被我的道理, 如果我愿意相信的话, 要听我的道理, 主俗有道的意思是说, 哪一边的主, 哪一边的企业俗, 哪一边的国君, 有道, 有那个可以让上下同意的那个东西, 这叫主俗有道, 赚罚俗名, 是赚罚这件事, 哪一边俗就是哪一边吗? 哪一边比较分明? 这概念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哪个东西比较重要? 最最重要的就是道, 可是道呢, 是一个比较无形的一种概念, 就是一个愿景, 可是这个愿景啊, 它必须要化为啊, 要说找到有能力的降临, 来执行它的愿景, 要能够分辨出来, 眼前的天地形式, 对公司有利还是对对手有利, 也要能够分辨出来, 怎么去拟定一套规范, 能够在公司里头可以行得通的, 对不对? 如果行不通的话那也不行, 只要能够行得通, 知道吗? 法律规定在公司可以行得通哦, 你们在工作的同学们, 你们公司里头法令能够灌测率,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百哦? 有哪一家公司灌测率是百分之百啊? 很难哦, 但老师规定, 缺席两次的荡调, 请问这个法令行不行得通? 可不可以行得通? 可以, 但是会很伤感情, 我怎么明明这两次是公司快有出差, 你怎么也把它记了, 那你这个恨我不上, 这老师太没有人情味, 是不是啊? 虽然我行, 这种行是一种很干烈的行, 不见得会行得通, 这个任何法令行得通, 一定要能够干、软、 能够病激, 大家愿意觉得这个合情合理, 我愿意信索, 这样才真正合长合久, 所以法令俗行啊, 虽然能够顾及到现实的, 所以法令要这个行得通, 大家愿意去奉行他, 然后, 兵重、俗强是哪一边人才多? 刚刚有同学讲说是人才为本, 所以哪一边的人才多? 企业的竞争, 事实上基本上是人才之战, 有好的人才, 他就会去帮公司, 去找出好的投资的方案, 他会建议公司老板很多的方案, 他会帮公司找钱, 他会帮公司理定策略, 你知道吗? 哪一个公司不是这样出来的呢? 都是有人, 有一个好的君主, 然后去运用好的将领, 然后这个将领帮他去设出好的执行方案, 好的点子, 设计出好的制度, 好的法令, 然后去训练出好的基层的员工, 然后去设计出好的执行的这些规定, 然后让大家愿意共同来信守这一套, 这样才形成一个庞然的一个组织, 组织才变得有力量, 没有钱没有问题, 我有人的话, 自然就可以把钱找出来, 你信还不信? 自然找钱, 刚开始可能大家还需要有一点资金, 有一点钱,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是没有钱的, 没有钱没有关系, 钱就会去找人, 会找机会, 会创造出机会出来, 赏划啊, 俗敏啊, 强调执行面, 我空有法令, 可是谁来执行? 像台湾的法律啊, 司法单位的这个问题, 就比较严重, 我们经常都是越以网开一面, 越以讲人情啊, 这是商道的律法, 所以, 律法因为赏罚不明啊, 导致人才流失, 好的人才啊, 因为劣币足两变, 劣币反而留下来了, 好的人才就不见了, 因为他觉得你赏罚不公, 赏罚不公, 我导致一生本事, 我在这个地方不得重用, 我令求民主去了, 所以, 因为你赏罚不明, 所以我就令投民主, 可是你虽然有法令, 法令不外不外人情, 很多时候人情过重的话, 就导致他的司法, 他的法令就被不尊重, 被不尊重的话, 他就不能够树立才原而微, 那再加上如果公司太多的人情, 还有分邦结派的话, 就变成要靠拉关系, 那人才就有失了, 赏罚不公, 人世间非常复杂, 因为非常复杂, 所以各式各样的关系, 都会互相抵制冲突、矛盾, 所以原来有好的资金有不足, 有好的研发人才走了, 有好的专利、技术被人家盗走了, 被人家卖走了, 被人家掏空掏走了, 是不是? 有好的创新, 瓦解掉了, 这些东西, 多么都是上方的这些人, 所发展出来的, 不是吗? 这些东西, 有形的都是无形的这些东西生出来的, 你知道吗? 以前钢铁大王, 那个叫什么? 卡列基, 他就说, 他在非常壮大的一家公司, 卡列基钢铁的时候, 他就说, 我这家公司, 你可以把我所有的有形的资产, 厂房设备, 钢条, 钢板, 材料, 统统可以拿走, 都没关系, 可是, 拜托, 你人一个都不要帮我拿走, 五年以后, 我就可以恢复旧官给你看, 我只要有原来的这一批人的话, 你把有形的这些资产, 都把它搬空, 都没有问题, 你给我五年的时间, 我就会恢复原来的公司的样子给你看, 你知道这是内行人, 这是内行人讲的看, 其实各位同学, 你们上了NPA那么久, 因为你们几乎不去谈这种东西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诧异, 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是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现在让你看看, 我已经用其他企业界的人士的话语给你们看, 你就会知道, 重点不在于这些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很重要, 但是这些东西, 是上方这七个东西所产生出来的扩大, 虽然他很重要, 但是最根本的不是他的, 其实比较内行, 你就去问王永庆, 王永庆可能读过孙子批划, 也可能没有读过, 我说他在世的时候, 我问你就问他, 我说王永庆非常精明, 企业家还分好多等级, 有一些企业组会犯着错误, 你去找那个顶级的, 被查有顶级, 有高级, 有次级的, 企业组一样, 经营者一样分整级的, 像王永庆这种顶级的企业组, 不会犯一般企业组所犯的错误的, 很精明的, 他是在看这种东西的, 越精明的看的东西, 越细维, 越细维, 越一般人所忽略的东西, 一般人都是看财报, 看财报, 股市有多少钱, 你这几间, 是不是有多少人, 对不对? 可是越顶级的人, 不是看这些东西的, 对不对? 这个, 谢谢各位, 所以你要了解, 这些东西是空的, 没有上面, 这些东西, 底下这些技术, 这些什么, 这些东西, 留不住, 也没办法生得出来, 我希望我真正说服你们, OK? 我希望各位同学, 除了你们在课堂上所学的很多这些课目, 在谈技术研发自新创新之外, 还要更加的体验到, 这些东西是怎么生出来的, 它的根本的考量跟计算是什么东西, 要看那根本的东西, 你的见解啊, 才会高零一等, 知道吗? 希望能够说服你, 所以一切的管理功能, 其实都取决于奇迹, 实际的关系啊, 今天就没有办法继续想下去了, 这些关系只能想到这边了, 好, 好, 下次再见, 拜拜